哦 队长追求队 第一印象或者直观的印象是什么 是现在的这个高中生身体条件太好了 对吧 这个区别这个内线都是然不一而落的 秋哥是欠缺的 因为我知道秋哥在学见了就是胡同乱与 好 彩线 这边现有没彩线 对 其实这时候他太强的队友掩护住人了 对吧 出进来了 谢灵伟的抢弓没有攻进 张神之锋 这外面扑得非常丢 谢灵伟这边大反规 这边是两位第八发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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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在 中央的一段 开始分别增幅了 是最不错的 如果 大家可以 为了 现在 这些都是他们的 这个 主攻啊 还是主攻应该太少 这 都想得得越一下 谢灵伟 自己的个人能力两分打击 但其实这个球如果能懂 马上传出来 谢灵伟 再来 再来 观察队 南向队 结果有这种方法 两位逛一块 这边抛头造反 开上反线 这可能还是 在高中阶段 都想得自己的 在 新冠军的比赛 中阶段 都想得到 这边抛下一个 光天的 都想得到 这边抛下一个 光天的 都会去分享 对 现在要听这个分享 最喜欢的 会不够 对 对 这边抛下一个 一走 先看你全屁股上来 终究每一圈 七零伟三分投进 完了一个 七零伟四季三分王 三百球这边 七零伟保护下来 看一下转化 小杨伟今天再登场来 美中心 第二秒 好球 两分打进 分差到一分 一分二十二秒的比赛 这边想事了 教练挑战的这个规则 所以这边罗浩原上罚线 第一罚罚线 72平 最后的43.4秒 看板凳席上清华附中的球员都是非常的紧张 两罚全中 73比72 这边第一次反抄比赛 清华附中的第一次领先 看一看四中这边 注意标失误 是 通进来了 一背传漂亮 犯规了杨夕浩 这球确实没问题 杨夕浩有一个盖帽打手的犯规 能修的跑位啊 反正这个坚硬点特别好 是 看上去第一罚 第一罚命中 73平 不愧是强强对话 对 两支球队啊 就是叫着那口劲啊 看下第二罚 两罚全中 74比73 这边张涛指导叫暂停 两边的教练一个盒子的发球 罗浩原先挂一个掩护出来接球 谢灵伟 两分打进 高难度啊 谢灵伟啊 四中笑暂停了 果然清华府中布置了一个往内线杀 并且球快的一个战术 谢灵伟把球打进 对 这个球还是真是有难度啊 空中有一个对抗之后出手投进 我今天在直播前 跟谢灵伟的爸爸在聊天 我说家里的宝贝儿子快藏不住了啊 这个经过我们腾讯体育的展锅 已经有很多人都在说 我们看怎么来手 发出来周瑞亨 丢球了 再打戒罗浩原 被盖掉 恭喜清华府中完成了末节的逆转 最终的抢断球 这个球真的是非常可惜啊 最后比赛还是非常精彩了 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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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